我们现在要教的叫做地质事件跟地质年代 地质年代比较不重要 不重要不是不会卡 它会卡 可是我们要教的重点内容 你们在生物都学过了 而且生物教的还比较多 所以理论上生物会地科就会了 那重点在前面的地质事件 就是这句话地层进入地质事件 就是这句话地层进入地质事件 好地层的历史简称地死废话一句 然后这个历史写在哪里 写在地层上 所以地层就像一页一页的书页一样 记录着地球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所以刚刚跟你讲这一段的keyword 就这句叫做地层记录地质事件 好 因为地层记录了地质事件 所以考试的时候有两种题目 第一种比较少 就是我画一个地层 请问你发生过什么事情 这个考的比较少一点 大部分考说有没有断层 有没有地震 什么这样子而已 第二个考的比较多 就是我画一个地层 你看出来有ABC出四个事件 请你排他的先后事序 谁先发生谁 后发生 发生先后事序 这就是地层记录地质事件 排他的先后事序 知道发生过什么事情 看到地层 好 就是地球发生过很多很多的事情 有成绩 有轻石 有折皱 有断层 折皱断层 未来才交 叫做地质事件 然后我们就看到了发生的事情 知道以前的先后事序 然后我就可以见古之经 了解过去体力将来 知道说可能会怎样怎样怎样 让我们了解 这是我们要研究的事情 那我怎么知道发生过什么事情 我怎么去排先后的事序呢 第一个原始水平律 就是前面招位对不对 这图招位吗 城里面水平了对不对 没事发生的时候 他就是水平了 所以他如果是水平 就表示没事 没有事发生 有去过美国大峡谷玩的人 美国大峡谷你看他的岩层 城里面都是水平的 然后什么意思 没事 他没有经过一些地壳变动 他是被科罗拉洛河给切出来的 给切出来的 所以没事 所以没事 看到长这样就没事 就沉积而已 没有别的事 OK 这样叫有事 我们国中交道 这样表示发生 轻死 高中会议说要不整合 以后的事情 我们都叫轻死 好 他倾斜了 他有折奏了 看到土就知道 他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 应该水平 不平就是有事 原始水平率 下一个是排先后事序的重点 叫做叠击法则 叠击法则听起来很伟大 就是后来者居上 来看图就知道 叠不够排 先的摆的在下面 后摆的在上面 这就是所谓的叠击法则 除非有证据显示地壳曾经变动过 翻转过 否则在底下的先发生 在上面的后发生 下面的先发生 老延层在下面 新延层在上面 这个叫做叠击法则 所以这个是我们用来判断 谁先发生 谁后发生的重要原则 底下的先发生 上面的后发生 除非你有证据显示 这个地层曾经倒转过 你的考试题目 实体有9题半都没有倒转 偶尔会是有一题 他会有倒转 去年的学长考试的时候 就有一题是曾经倒转 可以倒转 OK 好 下一个叫做 国中生适用 轻食基准面 国中生适用 停车战界问 老师教 谁是轻食基准面 老师教 谁是轻食基准面 number 看不到number 哎呦 3号 不对 35号 35 35起立 谁是轻食基准面 海平面很好 海平面是轻食基准面 老师说什么叫基准面 基准面以上发生 轻食基准面以下发生 成绩 所以考试题目 有人画一张图 问你 这个地方 有没有在海面以下过 问你 这里陆生陆降几次 海生海降几次 你怎么知道 数 数轻食 数成绩 数到一个轻食 海平面以上 表示陆地上升或海水 下降 数到一个成绩 表示海平面以下 表示陆地下降或海水 上升 这个是国中生 解决考试题目专用 解决考试题目专用 考试题目问你 陆生陆降几次 海生海降几次 他有没有在海平面以下 就这样看 有轻食就表示海平面 以上 有成绩就表示海平面 以下 OK吗 OK 这就是我们用来判断的方法 方法 轻食就有什么面 这句话 是国中生解题专用 国中生解题专用的说法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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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